是不是您那个时候特爱给人留这样的言 我当时觉得很少见 无病 没病就好了 那当然了 古人有这个 就是祝福人 就是写个无病两字 不得病 我还有一个印象 为什么记得那么深呢 就是因为在这几年 我越来越获得了这种感觉 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广东电台直播室里 我就问到您的父亲 然后您当时说啊 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跟自己这个爹啊 老是这个大 就是这个势不两立 他说但是我现在三四十岁 就是越活我越觉得我像我吧 这就是深刻 我这些年越来越觉得 对 曾经觉得跟父亲完全两路 我怎么能像他呢 对 但是到现在很多细节上不得不承认 对 甚至连长得 对 他长得太像了 而且关键越老越像 会不会越老越像 对 现在肯定 越老越像 越来越像 哎 因为他年轻时候我肯定没见过啊 是吧 那我自己年轻时候我知是吧 然后他四五十岁之我印象 逐渐越来越深了 一直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岁 那我现在和他现在真的就是和他当年的那个岁数的时候一样 外边一样里边也一样 里头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啊 聊这个话题啊 马爷有发言权 马爷都出书了 马爷就书了 第一篇 第一篇 你看 这马爷父亲 拔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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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陈老师就是讲啊 就是在过去的某一个年代 中国人都不会笑 但是你看他爸那个年代照的这个像 人生第一张照片 把鞋都脱了 就这种当时人照相都很拘谨 对啊 对吧 我跟性格有关 我爹 我爹是一个特达官的人 就是性格也比较耿直 比较达官 这是我一个导文集 就是背影呢 写的人都是跟我有不同交集的人过去了 马爷讲的 这个后来我有一天呢 在我的亲人身上也体会到了 就是说 他的父亲身患绝症 癌症 然后呢 最后就是不想延续这个痛苦 到底是停止抢救了 对 还是再延续呢 我就记得马爷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不管做什么选择 你都会后悔的 对 这个话太深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这代人啊 因为我跟他真的是一代人 他比我大一点 就算一岁吧 从属性上 他属马 我属羊 那我们这代人呢 是经历了一个 就是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的一代 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正好是新中国诞生 所以我们的童年还是很好的 受点青年的时候 十八九岁 下乡的时候 干点体力活能承受 虽然很苦 但是能承受 也算一辈子的一个财富吧 所以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改革开放 那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正好是二十多岁 一直到现在 这四十年来 基本上都合拍的 尽管都有磨难啊 这每个人都有磨难 但是你基本上是合拍的 你跟这个社会发展曲线 跟你的年龄曲线是吻合的 这个特别难得 那有人不是 你有天大本事 没有用不上 一军你对父子关系怎么看 我这个比较没有发现权了 但是我觉得母女关系里面 其实是有映照的 也是会你觉得越来越像啊 这些 但是有一个呢 我觉得父子关系里面 是不是感觉比母女更难除 因为那父 更像是某种权威 就不但是 你的可能生活当中的权威 所有的决定 你生活的决定 可能是由父来决定 那么包括你所从事的行业 你的专业上面 是不是也会给你非常大的 就是这种决定性 母女就 我觉得感觉就稍微少一点 对对对 是不是有这种 少很多 不是少一点 少很多 您父亲对您是严厉性的 不是 但是呢 其实很严厉 这也叫怎么说的 就是他不是说很外话 我能理解 对他不是很外话的 但是每走一步 他都很关注 很在意 他非常在意 不爱表露 不表露 甚至是尽量的不表露 特别能克制 特别理性 而且呢 我觉得您这一家三口有点意思 当年这个二子开店 就是父子当 您看啊 您当时呢 好像有人问过您一个问题 说您喜不喜欢入这行 您说最初的时候 您是不喜欢 不喜欢 那是怎么进这 是我父亲非得让我学这行 就是说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从乡下回来 考那个部队的文工团 就是为了让我能回来 你做一行 好好地做 将来有饭吃 就为这个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压力都很大 所以呢 从小就看着他们 很紧张 精神很紧张 很不愉快 很不快乐 所以我们家也是 我父亲从小就不让我们接触这行 我小的时候 他就不让我看电影 没事 你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树立话 好好读书 就是不让我们沾这个 但是您发现没有 他这一家三代啊 现在他儿子陈大鱼 我也是看报道啊 我觉得这个命运很奇怪 您当时是被迫 对 他儿子陈大鱼呢 是本来没搞这行 对 说去留学 学生物 对 学生物 然后人家这大鱼 自个跑回来说 我非要干这行 对 我甚至觉得啊 这个吻合时代的变化 对 今天这年轻人 你看 他一定是分析过 我儿子比我理性 他特别理性 是什么 他那个呢 虽然叫大鱼 对 他小脑袋瓜子太精 所以他肯定分析来分析去 学什么都不成 最后就学这个 十条路子 从子一辈喜欢富一辈的这种事呢 他如果没有这个会跟他很难去介入 因为他看到东西 从小看到东西 他不看的也看到很多 哎 马爷 您儿子在这个选择这方面 你干预吗 我不干预 我不干预 因为我爹也没干预过我 我就不会干预 你看 就是说你对他的态度 嗯 跟你爹对你的态度 一样的 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 那个我特别能理解 就是他表面上对我们很宽松 我爹对我们什么都很宽松 但是实际上是很严的 你想他是一个军人 他自己给你做出很多表率 不越雷池一步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一些优良的品质 比如我们永远不迟到 就跟人约会不会迟到 这种就是迟到以后都觉得很耻辱 那现在年轻人呢 他不太在乎这些事 而且我们那时候 他刚才是吴义忠说了一句话 说干这行有饭吃 今天人选择工作不是喂饭 不是喂饭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很简朴的一个 观点就是你不管是学本事 还是你做什么 你一定是喂这碗饭 现在是你跟年轻人说 你找工作是为了吃饭 他听着都可笑 现在喂吃饭很简单 什么事都干 啃老子回家去 添一副筷子 家里都能容得下 贫困问题咱们都脱贫了嘛 对不起 不是为了一顿饭了 对他不是喂饭了 那我问这个陈老师 您孩子选了这一行 他没有觉得有压力吗 因为爸爸在这 不会给他 肯定会 同行就本来居院去呢 肯定会有 要超越父亲 特别难 特别是发现越长越像 更难 特别难 另外一个 但是呢 这个可能呢 他还会有一个什么心 因为从我 他的爷爷也是这行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种那种 传承还是两座大山 他有一种传承的这种责任 他自己愿意承担这责任 您觉得啊 大家这问的有点不静啊 您会很冷静的看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这块料 或者说能看出他出息将来有多大吗 看不出来 原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料 甚至他进了这行 我还又观察了 一两年之后才觉得 可能是这行 哦 原来您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就所谓现在说这个老杭尊啊 这个这家伙一眼就断出来了 您这能不能干这个 断别人承 断自己家的人不行 这是真话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可能不成 这好像跟那个黎阳行不一样 黎阳行他那个父子相传这事特多 因为他是从这么大点开始训练 他都是技巧性的东西 你不是要调声音啊 调嗓子啊 你的这个一朝一世都要学 所以你如果严格按照他那套程序 你走上15年 你登台 你一个人敢站在卦上 那个这个卦上庄 你能够上了台 站在那的 没15年功夫 你站不上去 但是你能不能成大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能上台了 这是技术上能过关 但演绎这个不一样 这个东西他没有城市的 对没城市 他没城市就很可怕 特别像戏剧 戏剧是有城市的 只要你做到了 对 你这上去那姿势 就基本就拿住了 对吧 但是这个没有城市的东西 你比如话剧 比如你学表演影视剧 那你这个就很难说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 把你爹那个东西学下来 所以我发现呢 这个陈老师身上 有点沉重的东西 我最近对你做一些研究 就是他有一种忧患感 有时候经常会 好像啊 您这有点中国古代这种 文人的这种忧患 我也有忧患 您也有 就是您比如说 您经常就说 我一学陈老师 那就是说 这是个有规矩的世界 我老在想啊 这个百年之后 这个后人看我们今天 就会不会瞧不起我们 就是所以我们 你看 这叫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啊 就是一个是对这个有忧患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有一样 跟我就是 对今天的很多成功人士的理解不同 你想今天你一般的成功人士 那就是我成功嘛 我如何提高我的才艺 提高我的名气 我的成功 但是呢 你看他呀 真的就是要培养下一代 其中也有自己的儿子 对 培养的标准呢 我发现也很朴实 他老说的是什么 我就希望这些年轻人 他靠着我传的这个喜剧 这一道啊 能自食其力 您觉得您身上 是不是有种这种忧患 有 其实就是尤其是这些年 越来越重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知道要是对历史要稍微了解一点 你就会发现 这个文明被被枪害 被践踏 被蹂躏 然后几乎要被消灭几次 有过几次都几乎就断了根了 哎 生死危亡啊 对 但是最后又复兴出来 就一点火星又起来了 啊 你又有好几次 那么说实在的 也是非常偶然的 全世界就这么一个民族 他偶然的 老天爷造化 就让他复兴回来了 文化是很容易被灭掉的 对 历史上灭掉多少文明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今天通过我的实践 我的这种 在演艺这个事业里头 我做了一点 就是我懂的知识 我获得了一些知识 我怕这个东西传不下去 哦 您敢 你到下一任 又跟我和朱世茂 三十年前 摸索着走 摸索着 真难啊 我原来感觉 陈老师上古 我现在知道了 您想的是星火相传 往下延续 这个星火要是传不下去的话 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 你知道吧 哎 就是说很多东西啊 是积累而成的 对了 一种艺术 一种什么 哎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历史上 有的时候就断了 断了很多次 当年他跟朱世茂琢磨这个小品 那叫水泥地上种草啊 对啊 就是凭空这么想 但是后来呢 看到了中国 比如说原名这个杂剧 对 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喜剧艺术之后 才发现 如果这个麦没有断 对 一直传下来 今天他省事得多 对 今天他构思一个小品 省事得多 对对 其实你看那个宋代的 那个南宋的那个张邪状元 我读张邪状元之后 哎呀 我惊叹 这是一个喜剧啊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构喜剧 哦 而且是他的那个 咱就说技术水平 远远高于今天 绝大部分喜剧的作品 这么高 对 啊 别看现在那个什么 那某个电影啊 一说都是多少票房 多少个亿票房 他从喜剧结构上 他比张邪状元差远了 嗯 嗯 他们现在这些喜剧 还都是那个 唐葫芦串呢 就是个穿唐葫芦 人家那已经开始 叠床架屋 开始往上 马了 是个楼房 你说差哪去了 就从结构方法上 差得很远 就是我们比 一千年前的 戏剧的水平 尤其是喜剧水平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是我当时最惊叹的 但是不是笑就是结果吗 今天都在哈哈大笑 对这个手机都能让人笑 对 那么这个不也是 我就说啊 他就像 哎呀 那个 就是说 虽然是笑 但是笑和笑 他差距很大很大 尤其是这个戏剧里的 这个差距 他那个真的是 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 今天一直还在这个 最基础的喜剧的方法 和套路里头 一直在这转圈呢 像个漩涡一样 二十年前的喜剧 你拿出来 和今天的那个 二十年之后的喜剧 还是一个方法 一个套路在这转 为什么 大家都在无厘头里头 去找这个噱头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没有提高 他没有技术方法 大家都没有技术方法 现在大家都是 在这大概齐的人物里头 找那个噱头 找噱头找方法 就是用这么一种办法去 但他不可持续性就差 越来越像 他越来越像 而且他那种原地打转 是在 就当你不知道历史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历史 他没有台阶 断层了 断层之后 他们现在不知道 他们曾经的文明里头 是怎么讲故事的 达到过怎样的高度 他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 他好好在他上学的时候 把这个剧本 好好学学 老师好好给他 有人给他讲讲 他就知道 我该怎么讲故事了 起码咱不能落后于 一千年前的古人 对吧 但是 就着急就在这儿 你知道吗 我明白 那我今天假如说 这个东西再传不下去 等于好多人还得 就是说 中国人民 重新摸索 中国人民 应该享受到 更高级的喜剧 对 他有点像烹饪 就是你现在流行的 都是快餐 快餐也能吃饱 大家都这么来了 但是你知道呢 还有一个烹饪技术 叫中国传统料理 这非常复杂 对 但这手一丢了 你得重新摸索 还是能摸索出来 你像这些年的菜 炒的比三十年前好多了 今天随便一个小餐馆的菜 都炒的好 很多时候 它也是要靠去摸索的 我们现在大量的菜 都叫新派菜 听佩斯讲这个 我比较明白 就是说呢 他把一个本来 不可以技术化的东西 他把它技术解开了 他把你技术的点告诉你了 对 这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教材了 可传了 它是可传的 它有点成事 您比如说 现在这么多年轻人 喜欢的这个脱口秀 还有这个相声 那么就是 那他这个讲究 当随时代 笑话当随时代 那他从时代生活当中 找很多笑料写稿 出去一个人哗哗哗 那不是也很火吗 也很笑啊 它不是戏剧 戏剧活动一定是有人装扮 你是用角色和观众见面的 同时还要有故事情节 这才叫戏剧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的这个 现在中国做这个脱口秀的 因为我经常去看他们 就是这个演出啊 他们我觉得恰恰是可惜的是 他们没有资源去施法 我们以前的东西 我们自己文化里的这个东西 现在他们的施法 是直接从西方 借鉴英文脱口秀 他们也研究很多方法 他们研究 为什么这个会笑 那个会笑 什么时候怎么样 但他从英文过来呢 其实是有一些东西 跟我们的东西 不是完全能合上的 但他们也琢磨 他们要是能够 找到您这个方法 从我们的源头里头 找到这个宝藏 那肯定更好了 这其实 你就像在西方 他们学文学 学电影 不得先回到 和马史诗 先回到这个沙士比亚 还有一个 他能创新 他大家都知道 从古来 是这么一结构 慢慢慢慢 他们创新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不是有一个 本质上的不同 可能我来讲这个事 脱口秀和戏剧之间 戏剧 简单地说 是可以永远重塑下去的 演一百场 二百场 一千场就可以 对 这戏台演技 都容许 你再说第二场 他上回说 他怎么又说 那就是烦了 所以呢 那这就体现什么东西 体现俩造型 叫价值 什么东西价值高 你很一目了然 对吧 戏剧存在 自古到今 它是有价值的 我们不能说 脱口秀 这就是结构的力量 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脱口秀的价值 是它临时性的 比如上去了 说今天我现挂 我可以 你比如我今天上 天不错 什么的 它都可以用现场的 让你设身触地的 跟它沟通在一起 但这东西 不能重复性的表现 您说这个 我想到一个我的这个听笑话的一个偏好 就是你比如讲脱口秀的 或者讲相声的 那我就是特殊人才 在我眼里 非常值得佩服 这就是语言艺术 一般人望尘莫及 达不到 但是呢 我说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有点不好意思 也在于此 就是 它是如此目的明确的 你要笑 我有点替它担心 怕我不会被它逗笑 就有种那种感觉 所以但是我又经常想啊 我个人啊 我个人更喜欢的一种偏好啊 有点像这个讲马三立 马三立像是 那个CD上有一句话叫 不是我要说笑话 笑话逼人来 就是什么奈何笑话逼人来 我发现另一种 更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 道法自然 就是说啊 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喜剧天赋 我们生活里平常的人 但是你看我们在谁家客厅里 或者吃饭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就一插嘛 哐哐哐哐大笑 哎 我觉得那种笑 我特别就是 特别记忆很深呢 就是就是他不是天才 他是生活中几个角色之间啊 就是自然碰出来的 我又在想 当然戏剧也是深思熟虑的这个结构之作 但是有的时候 您的这个说这个戏剧引发出来的那个笑啊 有点类似于我说的这种 就接近自然 就是他是他是好像从很开头就开始推进的形成了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到最后你们这几个人碰到一起 他哐哐就笑了 就对我来说他就虽然他也是制造的 但他好像又是更接近自然的 对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外行的 不是不是你那个我再跟你说你这个是第三类 刚才我们说三类 第一类是戏剧经典 这个不用再去解释了 他必须有剧本必须去排练 必须一次一次的磨合给你演出 脱口秀 今天我们说的脱口秀限定在我看到的这个视频中的那种脱口秀 它是有剧本的 他提案有人写好 然后呢 有的有提词器的 他提词提示你 这也是一种准表演 我现在说的是你说的那是第三种 那是最高级的 就是大家在家里说话 有主题突然出现的 我当然希望今天有一个 不期而遇的感觉 最牛的脱口秀演员是什么 你上台 我给你主题你开说 有的有的也有这种 这个就厉害 我今天啊 就是吧 我这是最厉害的 就是你没法 急性的 对 完全急性的 你内中 你心中有多少内容 全在你心中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 比如我们今天上来 你没有准备 我们说今天说一个主题是什么 是婚姻 除此以外的主题 你不要说 那这个人如果能控场 能说很长 那就算本事 哇 我生活里见过这样的人 其实马爷某种上的 那不是不是 就有时候你在饭桌上一个人 就是急性的 那真叫舍惨莲花 举座接欢 按说他没剧本 对 他讲这个状态 最高级的 他讲到了状态 那就是全是断 你刚才说的是这类的 他跟表演类的是两类 两类 对 您觉得您 不是 是属于哪种 我是 太技术了 技术 技术 对 能技术 对 依赖技术的 我还有一种 就是那天我看见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文章给我一个警醒 说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笑话 真的好笑吗 我就觉得 你看啊 我最早听西方那个脱口秀啊 我就注意到它有那个笑声机 那是叫笑声机 还是罐头 对对对 好好笑笑声 我现在有时候看 你看你们玩专业的 就习惯要把一个事分拆来看 那么我有时候看这篇文章 这个意思啊 就是如果做一个实验 把所有的效果声音都去掉 把那个 当年我也搞过 一点什么肥皂剧 下边有那个领笑的 哎呀 我觉得那领笑的 真是都是人才 在北京都是人才 明明没什么好笑的 我讲那段的一点不好笑 那领笑的还是个女的 气特足 哈哈哈哈 别人都笑他 对大家笑 好 好 现在电视很多节目 都是靠这个 对 就是说 那么假如我们把它调分履细 把这些效果声都去掉 还原到您最朴实的 您本身讲的那个段子 对 那个包袱 它是不是真的好笑的 不是那么真好笑 咱就说把那个 那个笑声发声的 那个还有领长的 都给去掉 就是有一定的人在那笑 其实它也不是很好笑 它这个笑 它有一个周边 它是也受周边人的 环境的影响 嗯 所以呢 稍微暖一点 都会笑 大家都会有一个 它会被感染 对 这个场会趋同 这人好像会受暗示 受暗示 效能传染 它好像是命令我笑 一样 对 而且你觉得笑的人多 你不笑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所以你说跟着笑 不不不不显得你特高级 对 你得跟着笑 高冷 哎 哎 我第一次去看那个脱口秀的场 我就在想说 哎呀 不难呢 这些人买票进来 就等着被逗乐的 说点啥 就人家是准备要乐的 我说是不是容易呢 后来有一个脱口秀人 给我讲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 领悟这句话 他说这个好笑的东西 不是一个演员说了一句好笑的话 而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说了一句话 这说的对吗 就是名牌效应 你比如同样的话 我们俩上去 他说就肯定比我可笑 因为他本身的品牌价值 就是一个喜剧明星 大家就有这个准备吗 对 这就是好笑的演员 对 对对 他逻辑上就变了 因为我们都是搞电视出身的 就很习惯弄这个现场观众这一套 对 我想知道您喜欢吗 不喜欢 能帮助您吗 不会帮助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会有反的作用 会觉得很紧张 很紧张 我们给您叫好 很紧张 应该叫好的地方 叫好真的很紧张 会让人很恐怖 恐怖 对 就是你还是要自然的 对 发自内心的 因为什么呢 他可能是来砸场子的 我怕是这个 对 这挺对的 所以您看 这个陈老师现在啊 他有点建立了一个体系的意思 就喜剧有方法 你看我看他这个阳台 本来是您演的 对 后来是我看的那一版是您儿子 对 陈大雨演的 我就意识到 我就说他这个方法 看来有点神的 就是你这个方法使对了 他不是这个演员 他那种错位啊 他哗 他就乐 剧场 对 他就乐 所以说我就觉得他 他的这种忧患呢 就体现在他培养人 咱们这个纪录片呢 又有这么一段 我们可以看看 看看他怎么培养 咱就说啊 你无论怎么练 根上就这点事 他这个条件呢 不错 解剖学生说啊 你把这一半要拉开 拿电锯这么一分 你就能感受 你就能感受到了 哎 这个人 他这个 这个枪体都特别好 啊 就看他自己了 啊 剩下就看他自己的事了 好嘞 老师 哎 你听听 但是你现在属于猴鹰的部分重 猴鹰的部分重 就是上面这个还没打开呢 你要打开以后不得了 来来来 谁谁过来看看 来来来 过来看看 来参观一下 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折腾一抬起来 我们就知道了 就好像我们吹那个喇叭 小号 拿了一半的东西堵住了 你要注意那个 啊的口型 舌头别 往这一堆 啊 把它平的 在牙的后面 微笑 哎 好 啊的口型 吸气 微笑 保持住 啊 啊 哎 好好 啊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他本身存在 一开始就是被动的 他到了创造 孝行为的时候 他就是有意识的创造 这种被动的情形 人物关系发生 所以他从一开始 就会被容 会被一部分人 解读为 他是碑下的 因为他就是卖弄碑下 他一直在卖弄碑下 他也就是说 我所有创造 孝生的过程 都是在弄 都是在弄 这个碑下 来不断的给予你 让你产生 优越感 让你产生 居高临下的态势 所以会经常的会被人 连带着说 这是一个 低下的职业 这是其一 这是打哈欠的 我卖咖啡啊 我下课 我最卖咖啡啊 您啊 再讲那个 再讲点那个 悬的呼的 听不懂的 让大家更困点 我咖啡的生意就更好 好不好 全靠您了 哎呀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